云林的156线道卖辽轮被警官道路工程 中央补助了2亿多元经费来建造 但才通车满半年路面竟然就坍塌下线 出没认定是自来水公司太换管线回田不实 强度不足所以导致将会依法K罚15万元 通车才刚半年的路面竟然就有塌陷 云林线道156线卖辽轮被警官道路工程 中央补助2亿余元经费品质怎么这样 民众麻烦县府赶紧找人来开挖要找原因 县道156线是来往卖辽至四同之间乡镇的重要干道 道路路面连久失修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云林线政府2019年向交通部公路总局 争取前瞻计划补助2亿余元 办理云林线县道156线卖辽至轮被警官道路改善工程 2021年9月1号举办通车典礼 县府还拍了广告宣传 结果通车不到半年就塌陷 开挖后发现问题出在自来水公司 如果是我们自来水公司的 我们会负责到的 经开挖发现路面下方为自来水公司 汰换管线工程 疑似未予规定回填 将依法开罚15万 整个156线上面的5公里 他们愿意重新施作 整个施工过程为配合缆线地下政策 经历多次与台电自来水公司 及中华电信等三大管线单位协调 没想到半年后竟然还是发生路面下线 也难怪县长震怒 亲自到现场勘察 要求尽速改善 记者郭震益 元宁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